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的再一次的邀请他做客我们的节目间 今天他又会给我们分享什么样的经历呢 张静杰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 我又来这个电视台做采访 今天为大家分享我最近成为街头艺人的故事 是最近成为了这个街头艺人 那其实我很好奇啊 你怎么会想到要去成为一个街头艺人吗 你不是一个魔术师吗 魔术师也是个表演的艺人 所以其实我自己一直在找门路去申请这个方便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魔术师啊 他是一个比较很高端的这样一个 或者在大型舞台上表演的这样一个职业 街头艺人的话给我的感觉 就是比较在大肩上很自由流浪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你是怎么样协调两者的关系的呢 其实魔术师也是要学很多表演的控制能力 这类的东西 我们在街头上面表演的话 其实可以360度无视角这样围观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练习到很多控制观众能力以后 我们上大台表演的话 那就观众也可以容易地把自己的控制场合给控制得了 所以你觉得成为一个街头艺人是为成为更好的魔术师作为准备的吗 是为了自己的演技也就准备 为了自己的演技 为了自己的演技 演技 为了自己的演技作为准备的 那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这个申请街头艺人的流程 你经历了哪些呢 先从第一天我就申请的话 就走过去那边 那个license service那边申请 然后就跟他说填个表格 是 然后自己做自己魔术师 然后拿了个牌照给他看一下 然后现场也给那个 魔术师牌照是吗 我的魔术师协会的牌照 证书然后给他看一下 然后再给他付了钱 然后再给他展示两个小的魔术 然后当天就拍个照片拿牌照 这么胜利 那这个街头艺人牌照这么顺利就拿到了 那这个魔术师协会的牌照容易拿吗 魔术师协会叫考试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当初魔术师这个牌照是怎么拿下来的 当初是自己拍了视频 然后发给协会总部去审科 然后他说48小时要审科 然后就 我好像没有过48小时 20小时左右就拿到他说通过那个协会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协会吗 就是国际魔术师协会的永久会员 真的很厉害 你都是自己学到这个程度的吗 差不多接近自学 接近自学 接近自学 那真的是很聪明 就是只是在网上看视频看书 没有老师教 买video吧 买教学吧 买道具吧 所以我一家都是道具 一家都是道具 一个房间都是道具 大概自己琢磨研究了多久 琢磨研究每天都会练习8小时吧 上次我好像那个节目也说过 每天都要压手指啊 各式各样东西 对 是非常辛苦的 非常辛苦 但你现在拿到了 已经拿到了街头艺人的牌照 那比如说周末的时候 会不会自己一个人开着车 然后呢 带上你的这些魔术的道具 然后走到街头上去 摆一个摊 然后给观众朋友们表演魔术呢 每天都会 每天都会 因为基本我 因为我平常有part time 因为我没有part time 休息的话 待会我做完这个采访 我就去一城市的门口 又摆一个摊位去表演 那你觉得 这其中的乐趣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一直这样做 是因为你从中收获到了乐趣吗 收获好大的乐趣 其实我练魔术学魔术 就是为了把开心 分享给身边的人嘛 我每天这样表演 其实每天都令到很多人很开心 那觉得对于你来说 其实收获观众的微笑 就是最大的一个开心了 是 然后收获的掌声 也是最大的满足 那这几次的表演都成功吗 因为我有看到 你自己在这个 social media上 po自己的表演很成功 然后有很多人 都给了你什么样的评价呢 so amazing so amazing you did so amazing 对 那有没有人会想跟你学魔术呢 学就没有学 可是预约了 私人派对活动 也预约了很多 每天都忙不过来 每天忙不过来 那其实你现在做到这样一个程度 你最感谢的人是谁呢 最感谢的是我的女朋友 因为这个牌照 都是她帮我去找的门路去申请的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女朋友 其实刚刚的那个照片 我们三个合照 就是那天跟她吃吃饭 晚上去收时间吃饭 就遇见了一切 我们现在的新人神掌那个福特 就是她就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特别把这照片铺上来 她真的很为你着想 比如说知道你喜欢什么 然后就让你去考了这个街头艺人的牌照 让你能收获更多的 就是我们掌声和欢呼吧 是 她也有师傅陪我去表演唱 前几天也去陪我 陪了唱了一个多小时 对 其实还是真的是很般配的 很恭喜你 那现在呢 其实我相信 我们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们 已经整得很不耐烦了 看到你带来了你的牌 就知道你今天还是会给我们表演节目的 那现在呢 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呢 在节目之前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节目 也是扑克牌模术 这个模术呢 是我在街头上面最喜欢表演 最有互动性的模术一个之一 现在就开始表演吧 好 开始 也是普通扑克牌 这次扑克牌可以随便去检查了 每一张都不一样 真的是普通的纸牌了 首先我也是要主持人配合的 这个模术 好 没问题 洗一下 我就在这儿 要抽一张牌 抽一张牌 然后我就转 然后我就转 然后我就会转 我就闭上眼睛 我不要告诉你对吗 不要告诉我 我可以给全部人看 我是闭上眼睛 好了吗 好了 然后就放到中间这个位置去 随便放一个位置 然后就把它 也是把牌呢 重复再切一下 就是再洗多一遍 好的 这模式在街头上 我整天去表演 在观众上的互动 其实这一第二张牌 不是你的牌吧 不是 这一张底下也不是吧 不是 然后顺便在上面摸一下 然后在上面摸一下 因为牌抽过的牌呢 有手气它会跳上来 哇 跳上来 然后再一次把牌 放到中间的位置上面去 然后再一次摸一下 再摸一下的话 这牌呢 不会还是一张吧 又跳上来 我也不懂为什么 然后在第三次的话 也把它放到中间里面去 然后再摸一下 然后这时候打开的牌 还是这一张牌 真的 然后在最后一次 我把牌呢 把它推出来 把它放到中间去 把它慢慢推进里面去 把它放到这边 再放到中间这边 然后其实第一张牌 肯定不是那张牌 因为是梅花三 它是梅花二 其实在玩魔术里面 你相信它是梅花三 它真的是梅花三 谢谢 可是刚刚还是梅花二啊 梅花二不见 因为它变到牌 我会有在快速冲突 再放到牌的里面去 哇 谢谢 这是我街头上 最喜欢玩的一个魔术 好神奇啊 可以让观众 买扑克牌 给我当面拆封来变 可是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 这个是 这个机密 高深机密 就说一点点呢 高深的机密 高深机密 还是不要透露了 因为说出来是笑话了 那为什么呢 魔术是假的吗 障隐法 那你觉得 魔术对于你来说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 最大的乐趣其实就是 因为我是个比较开心的一个人 我想希望我把自己的开心分享给更多的人 也是希望我把这个成为我正式之一 是我等了很多年终于能够靠这个为生了 就现在 对 那有没有想过去找一些 比如说国际大师学习一下 然后再提高一下自己的魔术技能呢 有啊 我也有身边有一圈的 多伦多这边的外国人魔术师朋友 每天有时我会跟他们讨论一下 最新的流程怎么变 对 也提升自己的技能也可以在街头上面展示更多出来 除了这个近景魔术有没有想过就是从事一下其他的魔术 比如说舞台魔术啊或者说其他的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些中国魔术 有中国魔术 舞台魔术我也有舞台魔术 是吗 其实街头上面不适合表演舞台魔术 因为好像我马上去上大星的演出的话 我会上舞台 我会有舞台魔术出来 舞台魔术是什么样的呢 比如就逃脱 逃脱 你还会逃脱 我还会逃脱 把自己锁 然后我十秒钟把那个手铐把它解开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不一样的魔术类型 也是自己学习吗 自己学习 我又逃脱用手铐 用绳子也会逃脱 真的是很有才啊 所有的东西不需要人教 就靠自己学习 自己琢磨 就能学到这个程度 这也需要很多的毅力啊 很长时间 每天都花了不少心血下去 对 那当初也没有人说 你花这么多时间进去 可能就最后没有学成会怎么样 会这样跟你说吗 有很多人这样说 包括我妈也这样跟我说 可是我一直我觉得我要坚持这条路 你坚持了多久才稍微有限成就 好多年我都忘记几多年 反正一直坚持我 一直是09年到现在一直坚持下去 一直练到现在 那可见是不是你觉得一个人 如果他心目当中有想做的事情 只要他愿意坚持下去一定会成功的 可以这么说吧 也是反正 也看自己 反正我就要努力 要努力为自己实现梦想 因为人只有一次 也没白打一趟嘛 起码坚持过 就算失败也无怨无愧吧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天赋多一点 还是努力多一点 都有吧 都有 还是很自信的 觉得自己这个模式方面的天赋 也是可以的是吗 都有吧 因为的确你没有靠任何人的帮助下 能学到这个程度 说明天赋是的确过得去的 我也有人帮助过我 也有人帮助过你 也有两个导师曾经在技术 在方面为我做一个指点 这样帮我看一下技术 但是还是坚持 因为魔术这种东西都太枯燥了 太枯燥了 能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就学类词 我都是一个学类词 好的 谢谢 那张俊杰在最后 有没有什么想对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说的 或者说对你女朋友说的呢 对我女朋友说一句吧 好 我说我的木偶公主 我非常非常谢谢你 能够这么愿意跟着我一起 好的 帮帮我找到这个街头医院拍照 也非常愿意 在我现在事业还在起步的时候 你能够陪在我身边 我感谢你 我爱你 我的木偶公主 好的 谢谢 那欢迎你下次来我们节目 做客的时候 把你的木偶公主一起带来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